海面上出現大型的漂浮物 上面插滿了旗幟 帶團出海的潛水教練驚呆了 看到海上插滿旗幟 就很特別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海費怎麼會插滿旗幟 結果船一開過去之後發現 哇 下面整個都是漁網 就是很多海漂垃圾 經過日子久了之後 就全部都積在一起 我剛剛早上看到的 就差不多12公尺的平方公尺 全部通通是整個海費全部積在一起 仔細看插滿旗幟的海洋廢棄物 有保麗龍 廢棄漁網 塑膠等各種垃圾 遠遠的看就像是中原普渡的貢品 這些海費垃圾出現在基隆外海 潛水教練王明翔結合了海科館 試驗服產發出人員 花了一整天時間 搭乘方舟一號出任務 將大批的海費垃圾拖回八斗子漁港 在今天在拖的過程裡面 因為這個實在數量實在太龐大了 我們只是一艘小船 所以其實要斷線斷三次 在海中斷線斷三次 因為我們必須要跟流對抗 最後終於在漲潮的時候 再把它拖回來 那就是可以免除一些海上航行的 一個意外的事故發生 因為畢竟我們的船常常在海灣 做環境檢測的時候 羅漿也常常被海漂物所捲到 那差一點故障 那所有的船都有這些 都很擔心這個事情 然後這些如果不拉進來 趕快處理的話 在海上汙漆漆漆的 只要船上開快一點 你不小心就跑上去了 整個船就不能動了 這會影響到移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船的安全 而且這邊東漂西漂已經漂這麼久了 真的希望政府趕快把它處理掉 這也是方舟一號6月起航後 首次參與清理海飛任務 由於海飛垃圾無所不在 為了避免船隻夜航碰撞 這次也放置了小海豚GPS發射器 方便追蹤海飛漂流的位置 那其實這次有發揮到 這個海上定位的這個功能 就是有放這個GPS 那所以即便我們馬上沒有立體處理 其實GPS是可以追蹤到 差目前漂流到哪裡 甚至是打開這個GPS 漁船在開啟這個GPS的系統的時候 也是可以掃描到說 近岸這裡有一座訊號要注意 也許是船隻 也許是未居船型的漂流物 那也可以提出警訊讓漁船可以知道 出動大型的機具將海飛垃圾掉上岸 初步估計超過1.5噸 美麗的海洋出現這麼多大型海飛垃圾 讓人相當驚訝 也呼籲民眾一起愛護海洋 讓海洋資源能夠永續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 好